第六百五十一章 震慑 这种气氛也是随着黑袍青年的出现微微一致 原本即将崩溃的气氛也是因为互相的忌惮而缓缓平息下来 乔德纳突然出现的黑袍青年 霄这脸庞上却是涌上一抹惊喜 玄机大松了一口气 既然霄言已经赶到 那么今天这场危难或许便是能够迎刃而解了 对于前者的本事 他一直都是抱着超乎常理的信心 你是谁 首先开口的是那名天音宗的老者 他目光阴旧的盯着硝烟 声音嘶哑的冷声道 这位朋友 这是我们与硝门的事 外人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多滚闲事在黑角狱中可是最不理智的举动 赤着膀子的大汉 目光紧紧的锁定着硝烟 沉声道 先前后者所展现出来的诡异身法 对他们也是颇为震慑 因此倒是无人敢对他出现什么小看之情 他便是我霄门的真正首领 何来外人之说 霄力淡淡地笑道 听得霄言此话 那三大势力的首领也是微微以惊 随即面色微沉 没想到先前霄力所说之话竟然不假 这霄门的首领还真是另有其人 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那名面色阴旧的老者甘笑道 呵呵 这位朋友面生得很啊 似乎以前未在黑角狱中见到过 不知道名会是 在下硝烟 出入黑角狱 若是有所得罪 还请包涵 硝烟微微一笑 简简单单的名字 却是突然令得大厅中的气氛彻底鸣固 三大势力的首领 脸庞上挂着的笑意 也是在此刻缓缓将住 硝烟 你就是击沙泛牢 韩风的硝烟 衣着暴露的美妇脸颊上充斥着金仪 片刻后忍不住地失声道 硝烟笑了笑 轻描淡写的道 虽然算不得什么荣耀的事 不过他们两人倒的确是在我手中了结的 呵呵 怎么 难道三位此次前来 便是要替他们二位讨个公道 听得硝烟这承认的话语 三人脸庞顿时变得阴晴不定了起来 最近寒风身亡 黑蒙减散 几乎是震动了整个黑角域的绝顶大事 而那造成此事的始作俑者 便是面前的看起来很年轻的家伙 而且如今的他们竟然还倒霉地遇见了这个家伙 他们三人的实力顶多比范劳稍强一点 可若是与寒风相比起来的话 无疑则是要弱上许多 然而连寒风都是死在这个家伙的手中 若真是要打起来的话 恐怕即使是他们联手 胜算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三人目光隐晦地交织了一下 皆是忍不住地皱了皱眉头 原本以为只是一个小势力 没想到竟然把这凶尊神给牵扯了出来 小小哥说的哪里话 我们与寒风那家伙又不熟 怎可能为了他来讨功的 衣着暴露的美妇眼嘴娇笑道 那三位如此兴师动众的来我封城 可有何事啊 萧炎脸庞上的笑容依然平和 不过面对着这个曾经手润了泛老与寒风的青年 对面的三人可不会当真以为对方性子真如何和善 能够在混乱的黑角域中混迹到这个地步 可不仅仅是依靠的实力 面对着萧炎的灼灼逼问 三大首领脸色也是微微有些变化 他们的目的其实已经极为明确 而对方却还依然的装傻 这可是有点嘲讽的味道了 我们的目的 想必萧门主也应该清楚 封城是块大蛋糕 利润之后足以令的任何人眼红 我们自然也不例外 赤着膀子的大汉率先有些忍不住了 沉生说道 呵呵 原来三位是想抢我萧门在封城的掌控者地位呀 萧炎轻笑了一声 眼眸须眯 面上却是没有丝毫的喜怒表现 三大首领悄悄对视 瞬间后皆是咬了咬牙 这封城利润极高 就算是萧炎出面 想要他们放弃也是颇为有些困难 身为黑角域的人 骨子的血液永远都充斥着不安分的因子 铤而走险的事情经常有所发生 而且以他们三人的实力 若是联手的话 不一定会败在萧炎手中 但若是将萧炎拖住 再凭借着他们人数众多 实力强横的手下 清洗掉萧门应该不算困难 紧闭着毛子 望着目光在隐晦交错间 淡淡熏光逐渐浮现的三大首领 萧炎嘴角也是浮现一抹冷笑 黑角域的人果然都是一群利益至上的贪婪家伙 那身在萧炎之后的萧力 似也是觉察到了什么 脸色逐渐变冷 悄悄地打了一个手势之后 身后大批的黑衣人也是浑浑地紧握了手中的武器 就在大厅之中的气氛再度变得安静与紧绷起来时 突然一道曼妙嵌影 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萧炎身后 突然出现的女子 顿时令的大厅气氛变得僵硬了起来 萧力一脸惊骇 对于这个一直在追杀萧炎的可怕女人她也认识 她在这种时候出现 无疑将会令得她们的处境雪上加爽 而与萧力表情相同 对面的三大首领脸庞也是在此刻变得悍然了起来 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一点空气流动的迹象 这个女人呢 就如同一直站在那里没有移动过一般 但此刻显示出来的身影却是明显地告诉她们 她的确是在刚刚方才出现的 这种速度几乎比先前萧炎出现时还要恐怖与震慑人心 先前萧炎速度快若鬼魅 可至少还能隐隐分辨出她是从何方而来 可这女子却是没有令得她们有丝毫的感觉 而且最令得她们惊恐的还是大女子看似随意地站在那里 可隐隐间所渗透而出的气息 却是让着她们的心脏跳动有着致塞的感觉 三大首领实力皆是斗黄级别 连她们的实力都是会有这种压迫的感觉 那么便说明面前这妖艳的美人或许将会是斗宗级别的超级强者 斗宗? 三大首领喉咙悄悄滚动了一下 额头上有着冷汗浮现 已当初黑蒙之强 甚至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斗宗强者 没想到如今这个看似小小的萧门 却是拥有着这般恐怖的人物 对于突然出现在身后的美肚沙 萧炎也是有所感应 转头冲着她笑了笑 然后对着萧烈也做了一个安心的手势 而乔得她的动作 那浑身冒着冷汗的萧烈 这方才悄悄的松了一口气 看着情况 萧炎那似乎已经和这个可怕的女人达成了一些协议 对于萧炎的微笑 美肚沙女王却是没有半点反应 充斥着一样诱惑的狭长毛子 淡漠的在大厅中扫了一圈 而凡是被其目光扫重之人 皆是皮肤有种发凉的感觉 甚至一些不记者 更是脚腕都忍不住的有种发软的感觉 斗宗强者气息压迫 竟然强悍如斯 三大首领头皮发麻的盯着 美肚沙女王的凝视 好片刻后 那衣着暴露的美肚 方才脸颊上 扯起了一个勉强的笑容 说道 没想到 萧门竟然还有这种强者作真 我们三人 这次可真是有些瞎眼了 对于美肚的这般话语 另外两大首领 也是干笑着点了点头 甚至是连那性子看上去 有些火爆的狂狮帮帮主 也是不敢有着丝毫的语言上冒犯 虽说他在斗狂级别中不算弱 可放在真正的斗宗强者手中 却是犹如遇见了狮子一般的恶狗 萧炎双手插在袖袍中 似笑非笑的望着三人 在萧炎那有些不怀好意的注视下 三大首领也是有些不太自然 半晌后 那名面色阴旧的老者 方才甘笑道 今天这事其实是个误会 封城既然是萧门主所有 那我们自然是不敢有所冒犯 今天回去定也要告诉其他人 日后可不要再跟这些愚蠢的事情 是啊 美副严嘴一笑 玄机旧式的站起身来 冲着萧炎行李一礼娇笑道 今日的冒犯 还请萧门主不要放在心上 等来日 我们定然会登门谢罪 今日时候不早了 我们宗里还有一些事 便不打扰了 说完这名美副便是火急火燎的转身 就与离开这令得他极为不安的地方 一旁的另外两人也是赶忙起身 想要跟着赶紧闪人 三位别急呀 就在三人即将出门时 淡淡的笑声却是令得他们叫苦不迭的停下了脚步 对视了一眼 只得咬着牙转过身来 望着大厅中一脸微笑的黑袍青年 既然三位对封城这么感兴趣 那我们不妨可以做一个交易 消炎食指交叉 笑银银的声音在大厅之中回荡着 也是让他三大首领扼然了下来 第六百五十二章 拉取帮手 交易 什么交易 听得那从消炎嘴中蹦出来的话语 原本还以为他要撕破脸皮的三大首领 也是愣了一愣 玄机惊疑的道 消炎笑了笑 略为沉眼了一下 缓缓的道 封城的利润的确极为丰厚 我可以允许你们三大势力 在城中占据一定量的份额 那萧门主想让我们干什么 三大首领面面相去了一眼 宣记 面容阴旧的老者小心地问道 他们可不相信 天上会平白无故地掉馅饼 我有一个仇家势力不弱 虽说如今我的势力 已经有把我与他们抗衡 不过却依然还是需要一些人手 萧炎用目光锁定着三人淡淡地笑道 我只需要到时候三位首领 能够助我一臂之力便可 在萧炎身后 原本听得他先前的话语 还有些皱眉的萧力 也是微微放下心来 萧炎所说的仇家自然便是云南宗 而他心中也清楚 虽说如今萧炎实力大涨 可毕竟依然还是势单力薄 而云南宗强者众多 底蕴身厚 光凭他们这两三只的小虾米 还真是有些无力的感觉 他前段时间所说 要来黑角域扩张势力 其实也是打的 想要加强势力的念头 但若是以他们这种方式 至少也是需要一年时间 方才能够达到云南宗 相抗衡的力量 而如今萧炎这拉拢黑角域 其他势力的办法 倒也是最为速成的 只不过就是也要损失一些利益 可这与那灭族血仇比起来 又是算不得什么了 仇家 文言三大首领一政 面色顿时有些阴情不定起来 以萧炎如今的实力 都还尚需要寻找帮手 那仇家势力得有多强啊 封城的利润虽然丰厚 可若是把自己扯进一些火风中 就是有些不太划算了 不知道萧门主口中的仇家 是大陆哪方势力 片刻后 衣着火爆的美妇 终于是忍不住的开口询问道 萧炎轻声笑了笑 漆黑眸中 奄奄有着森寒冷芒夺过 虽然那个势力 近年来一直归缩在一处 可想必诸位应该也听说过 加玛帝国云南宗 淡淡的冷声 缓缓的从萧炎嘴中吐出 最后在大厅中回荡不散 云南宗 三大首领嘴中轻轻念叨了一下 这个有些耳熟的名字 片刻后 三人微微有些动容 对视了一眼 面如阴旧的老者沉声道 似乎听说过一些这个势力的情报 如果我得到的消息没有出错的话 这云南宗内也是有着一名斗宗强者 前段时间我们也接到过消息 加玛帝国中出现了一名斗宗强者 名字 似乎叫做云山吧 衣着火爆的美妇也是记起了一些 面色凝重的说道 对于三大首领听说过云南宗 萧炎倒是没有 感到诧异 虽然黑角域距离加玛帝国万里之远 可并不妨碍一些具有重要级别的消息的传播 斗宗这种级别的强者 即使是放眼整个道气大陆 那也是能够算得上一等一的强者 因此在加玛帝国传出了一些消息之后 这些情报便是不静而走的传了开去 三大首领面面相去着 片刻后皆是有些尴尬的摇了摇头 面容阴旧的老者冲着萧炎善笑道 萧门主 这不能怪我们 黑角域距离云南宗万里之遥 就算是以我们的速度 恐怕来回至少也是要两三个月之久 而且那云南宗势力的确颇强 就算是放在整个的大陆西北地区 都是颇有名气 我想 怕是就算是由我们相助 这仇也不好报啊 以云南宗的实力 即使是放眼整个大陆西北 都是能够进入准一流之列 而黑角域中的这些一流势力 若是放进整个大陆 则就是要显得靠后一些了 整个黑角域中 若是要寻找一个单个势力的话 恐怕没有一个能超过云南宗 先前的黑盟或许能够与云南宗相比肩 但那也是一个联盟 而并非是一个单一的势力 当然 若是硝烟能够将整个的黑角域的势力都整合起来 那自然能够远远超过云南宗 不过 在这种混乱之地 完全统一 基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哈哈 三位首领是怕硝烟搞不过云南宗 最后还怕你们也牵扯进去吧 对于三人的这般反应 硝烟也并未动怒 仅仅是倾笑道 三人尴尬一笑 却是不敢多加言辞 云南宗除了一个云山之外 斗狂强者满打满算 怕也不会超过三人之多 而其他的人呢 大多数都是一些斗王 甚至斗灵级别的长老 不足为惧 至于更底层的弟子 就更没有威胁性了 硝烟淡淡的笑道 而斗宗强者我们也有 至于斗狂还有比寒风更强的吗 所以我现在只需要寻找一些够资格的帮手 帮助将云南宗的中间势力抵挡而住 这对于你们来说并不难 三大首领目光闪烁 可却依然保持着沉默 果然是一群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家伙 乔德三人异口同声的沉默 硝烟眉头微微皱了皱 玄机无奈的一摇头 说道 硝门的野心可不止分成 日后定然会继续将黑角欲扩散 以我们的实力 到时候所获得的利润 可比现在丰耗上无数 若是三位答应帮助我以臂之力的话 日后这块大蛋糕并不会遗忘你们 听得硝烟此话 三大首领心头也的确是涌上一摩滚烫 如今硝门拥有着硝烟 与他身后的那神秘斗宗强者 实力已经超越了当初的黑盟 这黑角欲中 恐怕没有任何一家势力 能与他们分庭抗拒 所以对硝烟的这话不可否认 他们的确极为的心动 不过那该死的云南宗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望着脸色变换的三人 硝烟再度一笑 声音淡淡的下了最后一记猛药 黄吉丹你们应该听说过吧 平淡的声音落下 确实令得三大首领猛的抬起了头 目光死死的盯着硝烟 眼中充斥着狂喜之色 黄吉丹堪称六品顶峰级别的丹药 它的作用很简单 能够让得一名斗狂强者 在一个相对而言颇短的时间中 提升一星至两星不等的级别 而且这黄吉丹还有着另外一个作用 那便是顾精炼骨 那被提升实力后的残余要力 会帮服用之人强化一次身体 虽然这种强化 不可能比上次硝烟在地底 所经历的那种恐怖强化 但对于人的战斗力 也是能够提升不少 简单的说来 黄吉丹的效果与斗灵丹相差不多 只不过斗灵丹只能作用于斗王强者 而黄吉丹却是对斗王强者 有着莫大的作用 而且还多了一个 顾精炼骨的附加效果而已 但即便如此 也不妨碍他成为 最受斗王强者追捧的丹药之一 提升一星乃至两星实力的诱惑 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诱人了 要知道 当实力达到斗王这个层次时 说不定一些运气差的人 就算好几年都难以提升一个级别 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能够直接作用于提升实力的丹药 永远都是最具备诱惑力的 因此三大首领也是丝毫没有掩饰心中的渴望 这种丹药他们不是没有想过 可放眼整个的黑角域中 有能力炼制的人哪怕也只有韩风一个人 不过他们与韩风关系素来不和 因此后者也自然不可能为他们费尽心机的来炼制这种丹药 所以如今萧炎一提起这个名字 便是彻底的令得他们将心给提了起来 萧门主能够炼制黄吉丹 片刻后三人眼中的狂姐终于是缓缓收敛 赤着膀子的狂师帮帮主率先忍不住的问道 他这话一出口 另外两人也是急忙的将目光投向了萧炎 黄吉丹可是六瓶顶峰级别的丹药啊 当初就算是以韩风的本事 炼制起来成功率都是不高 更何况面前这个看起来是很年轻的萧炎 如果不会炼制 我也不会在三位面前提起这个 萧炎笑了笑 驱着一弹 一缕绿绿的火焰便是突然浮现 随着这缕火焰的浮现 整个大厅中的温度顿时高涨 甚至连空气都是变得格外干燥了起来 这是一火 三人眼瞳微缩的望着那一缕碧绿色的火焰 脚步忍不住的朝后面退后了两步 身为斗黄强者他们十分清楚 一火拥有着何等可怕的力量 即使是以他们的实力 沾上了那东西都是极为的麻烦 火能击杀韩风自然是有着自己的本钱 萧炎修成手指灵活舞动 而那缕绿绿火焰也是颇为乖绝的缠绕着手指转动 他瞥了三人一眼 冷笑道 既然我能杀了他 那么自然已经超越他 他能炼制的东西 我为什么不能炼制 呵呵 若是三位能够答应我的条件 那么事成之后 黄吉丹定然会立刻奉上 而且这黑角狱中 你们也能够享受令的人眼红的利润 如何 萧炎的轻笑声音落在三人耳中 确实令得他们呼吸 缓缓变得粗重了起来 脸庞略微显得有些战红 三大首领目光闪烁不定 心中也是陷入了天人交战之中 面对着三年的挣扎 萧炎也是不再说话 微眯着眼睛 等待着三个人的最后答复 而在等待之中啊 其手指上的那缕碧绿火焰 温度也是随着其心境悄然掌动 当大厅之中的温度 升到了某一个程度时 三大首领终于是从挣扎之中 回过神来 互相对视了一眼 最后终于是咬着牙 狠狠地点了点头 拼了 简中求富贵 好 一切依你 好 新鲜狠地点了 三个人 最后一切重声 Go